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与千人岂飞舞舞妻 爱舞舞妻 师父处于一方兮 爱舞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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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晕 对 我梦更与龙无息 无碍苍无 标记鲍鱼七书是一代天时日 你来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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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孩子 诸葛亮向来治军严谨 眼下骄兵之际 一个女人跟一个孩子来到前线军营 奇怪 父亲 会不会是诸葛亮的家眷 要是这样 那诸葛亮他一定是病了 而且病得很重 要不然 他是不会让他的家眷来到前线军营的 父亲 要是这样 可即刻出兵 都督 下令吧 三军上下早有人传言 都督位数如虎了 并不厌诈 也可能 也可能 不许葛亮 他知道老夫想他病了 他在将计就计 官儿引我出战 不 不能上当 郭靖女 莫向罪 坚守乌东 此乃天字明诏 遵律 说了这么多 先生 还是不肯回成都 不用了 夫人来了 我的病已经好了一半了 父亲 那孩儿来了 我的那一半病也好了 捡好了 对了 父亲 您出兵之前说过 再见了孩儿 要考我的学识 请父亲出题 战儿是胸有成竹 那当然了 母亲在家天天教我 哈哈哈哈 啊 好 魏夫写的戒字书 你可曾记书 记书了 嗯 你也给我听听 好 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非淡薄 无以明智 非宁静 无以致远 夫学虚静也 才须学也 非学 无以广才 非智 无以成学 姚曼 则不能立金 险造 则不能置信 年雨时迟 亦雨日去 随成枯落 多不皆是 卑手穷颅 将负何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好 战儿 配送的不错 不知 你可解其中之意 母亲说 人应该有大志 淡薄者 不务虚荣 宁静者 专心致志 要专心学习 才能增加材质 有高远大志 才能成其学业 否则光阴虚度 终无大用 对 对 母亲 然而聪明可爱 夫人的一番心血呀 半波明智 宁静而致远 这截此书 也是我一生所奉行的真言哪 也许正因如此 夫人跟我受苦了 岳英同先生相敬如宾地 生活了二十多年 已经心埋异足 如今 先生患有重病 月婴深感没有照顾好先生 母亲 孩儿已经长大了 让孩儿留在军营里照顾父亲吧 颤儿还小 你还要读书学习 不 跟父亲在一起也能读书 孩儿也要像父亲一样 多动心机 领兵打仗 战儿 时候不早了 回女家里去 不 我要和父亲一块睡 去吧 公子 来 来 公子 去吧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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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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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夫人 建安十三年 你我新婚不久 我守先帝三顾出山 隆重家里 全靠夫人一人操持 后来到了成都 我又日夜忙于国事 常年率兵在外 夫人料理府事 教养战儿 备受辛劳 我总想 有时间 多陪夫人说一说 笑一笑 可每次 都未能如愿 两千夫人的 实在是太多 太多了 先生 这次打下长安 我一定多陪夫人祭天 嗯 先生 知心者 何需要千言万语 好夫妻 更不必日夜相守 再说 你我父亲 现在 不是在一起吗 哦 夫人 你常说 喜欢听我父亲 今晚 我就为夫人 父亲一曲 你想听哪一曲呢 慕年之人 喜欢依旧 就伏奏一曲 你我熟悉的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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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 很 画的 是 好 好 行 练 杨长师 你听这琴声 丞相的病像是好多了 是啊 真是苍天保佑啊 不 丞相病重 突然精神如此之好 这是不祥之兆啊 夫人 两心里相容重啊 那轻轻的竹林 幽静的草落 柴门前的大树 耕种过的天地 还要把那些亲密的知友 都忘不了 都忘不了 忘不了啊 忘不了 先生 等打下长安 月鹰 陪着先生一起 带着詹儿 回笼中去看看 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我辞职 已病入高荒 难与 救流人士 成都家中 有丧树八百树 拨天使无情 府中人的衣食 可以仰仗于他 我死之后 不要再给后主陛下 增加负担了 月鹰 记住了 展儿聪明 梁仙他成熟太早 担心将来 不能长期大气 夫人 切记不可教终 梁 拜托了 先生 不 我不能死 请不吝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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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修 无能啊 先生 先生 父亲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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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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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全线撤退 书军全线撤退 一定是诸葛亮死了 传令三军马上追击 遵命 父亲 你看诸葛亮 快撤 若得探报有误 老夫绝不侵扰 都督 禀报都督 诸葛亮死了 狂暴军情干 都督 诸葛亮真的死了 此话当真 都督 小人绝无半点谎言 书军出了邪谷 已经发丧 诸葛亮啊 诸葛亮 当今天天下也就是你呀 你死了 还把我司马一下子散魂落魄 又凤... 又 Stefano anymore TOM 奇긋呀 奇才 呀 奇才呀 真是奇才呀 传令三军 为诸葛亮 挂丧 至爱 是 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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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大明垂宇宙 望谷云霄异羽毛 蜀汉渐兴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诸葛亮第六次北伐中原 壮志未愁 并逝于五丈元军营 一生寻之 终年五十四岁 长星坠天地昏 凡旗飘临敬会 百姓跪接临观 泪与悲洒 三军匹马待笑 一片白白 丞相何处寻 蜀中尽悲声 雨膳观金寨 前后一表存 三股龙中策 两朝老陈心 出师未解 身先死 尝试英雄 泪满尽 尝诸葛亮 诸葛亮死后 蒋婉被医继任大事 将为总督蜀汉兵马 内外政使 遵从诸葛亮 定力之法规 使地小人少的蜀汉政权 同强大的曹魏 抗衡了二十九年 但是后主流禅 日益交涉 宠信幻观 朝政衰落 蜀汉言兴元年 魏国大将邓爱 偷渡音频 兵临成都 诸葛亮之子 诸葛瞻奋力抵抗 战死于免主 一门中命 燕兴元年十一月 蜀汉灭亡 然而 诸葛大明 万古云霄 他那超人的才智 他那忠诚兼真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奋斗不息的决心 表现出中华民族 百折不挠的 伟大民族精神 为华夏万代子孙 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永垂青史 与世长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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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